罕见中国官媒发布北戴河会议测记 具有神秘色彩的北戴河会议是每年中共高层暑假工作会议的代号,外界通常无法在第一时间得知其举行地点、时间和会议内容。 但中国官媒昨日一连发出数则相关报道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戴河接见外宾,而另一则新闻则是透露出中国高层对权力发展机体电路等高科技产业的决心。 新华社在一篇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北戴河休假测记的报道中指出,中共党中央于本月3日至8日邀请62名科学研究专家到北戴河度假,次次获邀的专家学者主要是从事航太、卫星、机体电路及青藏铁路等相关研究。 显示这些高科技项目是中国接下来将全力发展的重点。 其中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资讯科学技术学院教师黄如特别对中国机体电路技术受制于人有感而发,机体电路是工业的粮食,是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 尽管近年来进步险着,但我们离机体电路强国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重任,要把国家需求与科研选题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国家急需解决的领域攻坚克难。 事实上,美国政府前日才宣布新一波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项目,其中便包括中国半导体产品,倍是未对中国半导体发展的一项重击。 但路透在相关新闻指出,其实这些半导体技术多半来自美国、台湾和南韩。 美国直音报道,中国官媒自8月初以来对北戴河会议守口如平,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人连续数天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显示中共高层已开启赴北戴河的行程。 新华社报道指出,李克强昨日在北戴河接见联合国大会主席,显示北戴河会议已经开始。